我们受别人的害 没有关系 绝不可以害别人 这个道理要懂 古代的教导我们 我们今天 在海外 也是劝导大家 终树慈悲 来化解社会的冲突 终树 儒家说的 恐梦之道 能语的就说 父子之道 终树而已 佛法是慈悲 老子讲忠信 老子讲三宝 第一个是慈 慈悲 第二个是戒 戒戒 知足 第三个 不敢为天下心 为什么 让别人嫉妒障碍 我们要真正去学 报仁之德 别人对我的好处 念念不忘了 要知道报仁呢 不报仁之愿 别人对我怎么不好 毁谤我 无辱我 欺骗我 陷害我 一笔也够小 不要放在行上 反而感恩他 为什么 他来考验我 我有没有忍辱的功夫 我心地情不情谨 要经得起考验 没有怨恨 没有嫉妒 没有障碍 不报仁之愿 分仁之过 不分仁之功 跟一人在一些公司 有过失 我来承担 有功德 推个别人 好啊 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物 引人之物 不引人之善 我一生 不辜负别人 可以 承受别人辜负我 我不帮人 我可以承受 别人来帮我 要以身心 提拔人 看到这个人 可以叫 可以叫 可以成就 全心全力 帮助他 跟人在一起 共思 一定要热切 尽可能 不要引起别人 对我的嫉妒 障碍 嫉妒障碍 实在是 人只要真正学 文火了 别人对我 嫉妒障碍 全落空了 借罪 不跟我 借罪 跟谁 借罪 要跟得利益 的人 借罪 你比如 讲经教室 我们造谣 生死 把这个道场 毁掉了 跟我 借不借罪 不借罪 跟谁 借罪 跟这个道场 有缘的听众 跟他们借罪 他们听见 文法的机会 没有了 借罪 从这一方面 这是什么 断一切众生的 发生毁灭 这是一重罪 第二重罪 障碍如来 振罚住世 这两种罪 就是无间谍 他没有害到我 我感激他 我还要把自己 修修功德 回向他 为什么 他躲地狱 希望少受一点苦 总是要用 黎明心待人 为什么 他本性 本善 他本来是佛 他只做出这些糊涂事情 是一时迷惑 一定要用黎明心去看待他 不要计较 不要有报复 你会看得很清楚 他现在造的业 他将来到哪里去 你要看到前面的时候 你会怜悯他 这些糊涂 得到哪里去看待他 黎明心在烫 那个 这些糊润 我还要看到 那些草 他的威蜡 在阻力 这样 拿着